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年前我去阿尔法罗牛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这台车 给我留下印象极其深刻 它也被人们公认为意大利骑车工业史上的魁宝 所以可以看他们俩设计几乎是完美传承 很多核心元素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火圆形的大灯的尺寸几乎都已经接近地面了 然后在这款新车上的这样设计也是被完美传承下来的 然后整车设计是非常非常的圆润 饱满 阿尔法罗牛非常经典的三角形的中网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金属的材质 然后也是做出一种内外凹凸的层次 既有品牌辨识度也让它看起来会更加深邃 车身曲线简直是太美了 就是等我看到它之后 可能蓝布基法拉利在我面前 我都对它已经没有兴趣了 我们走到它的侧面 可以看到它这个欧义式的车门 内饰的设计有很多这种金属材质 非常极限 非常原始 尤其是中文台它们几个拨杆 就看起来特别像二战胜的一些经典战机 而且它这个文板上还在有那个 有点像那种激光雕刻那种纹理的 那个阿尔法罗牛标识 然后整车也是采用了一个这种斜线的设计 让车内也是划分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空间层次 哇 这个设计真的是惊为天人 但是里面四公好像并没有什么车机大屏啊 这什么冰箱采线大沙发 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再来看它的车尾 阿尔法罗牛这种非常经典的圆形套筒式的尾头 这个我们在阿尔法罗牛什么经典车型 就像以前那什么4C 8C的车型 都可以看到 然后它尾头也是有的一个 非常大尺寸的这个保险杠和漫射器 带来一个非常出色的空气动力的效果 它放进了也采用一个中厚车的形式 然后我们根据它这个表来看看这车车的这个性能参数 它这款车是分为一个燃油版和纯电两个版本 那燃油版采用的是3.0V6的发动机 发动机的夹角是90度 是双涡轮增压 最大功率它写的是大于620马力 采用的是8速双鱼壳后驱 它的一个风筝技术是0.375 它百分比加速写的是小于3秒 最高车速是每小时333公里 100到0的制动是33米 然后整车质量是小于1500公斤 它电动版是支持这个800货高压快充 最大功率是750马力 它最长驱航的也是450公里 各种系速和刹刹距离的参数 也基本上和这个纯电版的是完全一致 而且还有一件事忘了说 就是它只限量生产33台 这台车能否进入中国 这个我感觉概率并不是很大 因为这台车它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台车 它完全是一件艺术品 能在这次车展上能够亲眼见到它 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也是我近年所看到的超跑里面 真的是让我非常心动 让我非常喜欢的一款 它也会有一个让我遥不可决的售价 这个在心里想想就好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